想不想看重装版的橙色 想看的话扣一拨一 不想看的话 你为什么要点进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虾米 看我今天这身造型是不是特别的儒雅随和呀 之前我们分享了PEX TOYS明日方舟系列 天火精英2和欢乐喜剧人 第三代终于迎来了龙门敬畏局的橙色 说起来橙这个角色在一种概念中 玩家马上就能明白他是中国人 特别是语音中还有乐意呀 在国内玩家的认同感直接是拉门 而作为敬畏也有着不错的战力表现 再加上经典的龙争虎斗鬼剑仇 一套炉门粗口简直是小嘴抹了灭 所以自登场一来也有着不俗的人气 虽然首班是原定8月发售 不过一路开绿灯居然提前到了6月 PEX最近着手有点凶 不过既然提前出货了 想必对大火之量很是自信 今天咱们就来开盒好好的品尝一饭 当然本期也会抽奖送出一盒 PEX toys的橙作为福利哦 感兴趣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我们的B站动态了 盒子比较简单 比黄达喵低到多少 整体是按照吃销件的配色引刷 大红色非常显露 侧面可以看到本帖 后面就是一些橙简单的产品信息了 废话不多说先拆先拆 这个就是测点板带的一个立绘色指 可以看一下 成了一个立绘 感觉呢分件还是比较少的 一个主体一个地台 还有两板件 展示一下 这个是地台 还是圆形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本体 它这个刀鞘是跟本体在一起的一个状态 还有就是两把剑 红色的是赤箫 这还有一个剑链涂装 黑色就是绝影 还是把它阻光起来吧 全部装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成景观经典捏绘造型 把剑呢背在身后 这个握剑姿势 是不是有咱们古代武将的感觉呢 蛤? 不能说 成这个角色从公布开始 国内玩家对他都有着更深的情感 比如原型是龙 名字是中国武大姓 本名陈辉杰 说粤语 包括武器原型为汉高祖的赤箫 等等这些 在国际舞台上 我们也会不自觉的更加关注国人角色 而他们呢 还往往都有着不俗的人气 像是街头霸王的春丽 铁拳的林小雨 DV的雷芳 还有神话危机的艾德王 哦对了 这里还有中华一份 光凭这一点 成色也是游戏中最初圈的角色之一 我身边呢 就有许多没有玩过游戏的朋友 也知道有这么一位角色 看回Apex Stories的成色 造型选择了角色的默认立会 一体化之后 原型也对整个角色的身心比例做了调整 手办第一点给人了一下 就是在涂装上的层次感 而在一些零件极为细小的地方 都能体现出整个造型的精度 加上多种材料组合表现 让角色看起来细节呢 会比较的丰富 特别是腹部半透衬衫这里 当时看到素材原型的时候 马上就注意到了 妙啊 那怎么关你从头看起 这款成的五官刻画相对呢 偏向于立体风格 我们可以从嘴巴的涂装处理方式 看出这点 实则一定让眼睛的细节都不会丢失 个人非常满意 是这次头发的刻画 发束的飘动 牛海周围的转折处 包括左耳的耳脉 与头发的层次关系 特别是后老是奥发色的纹路 都显得干净利索 整个头部和面向 这次绝对可以给IPX打高分 满分十分 大家来打个分吧 招牌的盖原阵依旧是印刷清晰 而胸前的对讲机天线 包括一直延伸下来的电线 虽然都是软胶材质 但把玩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一点哟 要说啊 中间最吸引眼球的 自然是半透的白色衬衫 从实色固度到半透 这里也是用到的软胶材质 包括外套呢也是 另外两层分件 加上线条比较平滑 显得成穿的衣服可是整件明了 不过常见的腰包还是必不可少的 包括延伸下来的绑扣啊 这种机能的标志性元素 管它那么短 诶就是酷 不过因为衣服盖住的缘故 我怎么都看不到尾巴 是具体从哪个部位衍生出来的 唉有点可惜 你不对劲啊 然后就是两条大长腿 线线的曲线表示 咱们的陈警官体质率是非常的低 虚度的造型类似于防暴状 就是这么多锚钉看起来莫名的色情 有一股子调整的感觉 话说 陈的转裤是不是有点太低了 咳咳 总之下半身呢 是因为光头的缘故 整体的细节 不会像上半身 拿的那么的强颜 主要一提的是啊 手办从盒子里拿出来之后 射胶与绝影需要单独安装 本身是设在刀鞘的造型 主办则是将完整的一柄件给做了出来 包括剑刃上的边缘线条也都有体现 这一点给个好评 剑面上有个插槽可以帮助固定剑鞘 而剑鞘的整体剑面涂装忽念味比较重 在全身黑色系的配色中啊 这一道红色显得格外强颜 射线槽干净利索 强迫症一本满足 背带式软胶材质可以放心 学眼的话没有什么好说的 造型比较简单 没有发现涂装出现直接插在腰带上就可以了 底座还是APEX的大圆饼 虽然没有狂的那么大 但还是好大呀 上面的画纹呢自然是符合城的主题了 那一圈看起来我个人呢 可以给APEX这支城打个高分 体型的还原 工整的涂装都让它显得格外精致 有入手的小伙伴 你们拿到手的感觉如何呢 可以打几分 来不带目呀 而价格上 对比这两年日常的手伴来说 也算得上便宜 说到这里 让我想起前不久开订的肥骨妈版的纯色 让我比较忧伤的是 透明的车一抹得啦 布局上的细节组装也可全部省略啦 预定也要个500多 哎 还是手头上的这个良心一些 那这款APEX SOYCE 1比7的城 预定748 相比天火和黄 城还便宜了不少 既然城提前到了6月出货 那么8月就是系列第4款 拉布兰得金2了 想看的小伙伴来大幕走一步 这次在WF展会上 还看到APEX的新雄食物 搭配场景在家 非常的顾炫 龙针虎斗鬼剑虫 接下来就是等十块雅了 话说这款新雄看着也蛮种草 要不也来这一键三连支持一下吧 都挺喜欢的 怎么搞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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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说起来今年ipex toys 这几款大活素质表现都还蛮不错的 那他们下一款大货 就是咱们虾米四周年 今年手办虾米看不娘了 大家7月份就可以拿到 我呢刚从端馆回来 拍摄完手办量产片 最后一期手办纪录片 马上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那最后呢 也别忘记关注我们的抽奖福利活动哟 FX toys 1比7 橙色一盒 干星球小伙伴 记得关注我们的B站动态了 那这期拆箱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哦 我是小虾米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第三弹终于是迎来了龙门敬畏的陈瑟 龙门敬畏局的陈瑟 すいません 其实没在节目里面说过啊 是吧 我其实本人是新龙 嗯 就这个龙门警局这个龙 所以说那这个陈 应该算是我的 咱们家的龙妹是不是 有没有问题 moment 哈哈哈 那看我们节目里有很多广东的小伴 有没有当地的美食 可以推荐一下的呢 哇 人咋的呢 呀 愿吧 呀 呀 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